台湾就是一堆傻子 每天哇这样子 好像比Fox News还要Fox News 比那个福斯电台还要福斯电台 千秋万事 敬赴笑谈中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听众朋友报告 昨天我们不是说 我们跟美国的这个智库 有这个线上的论坛 这个美国一个 这个智库里面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学者专家 我们都觉得他有可能会 进入拜登的这个政府 当然这个他不会承认的 就像我以为你选主席 你会不会承认的 这个两回 这个成绩差太多了 但是就是说 这个老兄讲了一句话很有趣 他说台湾很多人都觉得 川普最挺 最挺台湾 可是重点是 他说你们有没有看 波顿 波顿 不是美国写了一个 美国不是以前 川普的一个这个 政府的一个高级的官员 川普的这个 等于是资深的一个顾问 国家安全顾问 他写了一书说 他被川普发了之后 他说对川普来讲 台湾就是那个 那个书桌上的一个小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美国政府 不是这个美国智库 这位这位专家 他就讲一句话 他说没有错 川普卖了一大堆的武器 给台湾 但是对于 以他对川普的了解 如果需要牺牲 他可以马上把台湾牺牲掉 当然 因为对他来讲 It's all business 我就是做生意嘛 所以我刚刚才跟您报告 就是说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讲 今年美股熔断 不晓得大家还记得三次 美国这个已经几十年来 没有听说美股会熔断这种事情 但在美股熔断大跌 因为COVID-19大跌的时候 冲启非常大的时候 很可怕 那个每天跌个两三千点 只有几家公司没有跌 其中一个就是 利力不咬 其中一个就是军火商 那这军火商 后来我就上网去看 这个美国投资营行 写了一些研究报告 这投资营行报告 大概都想到一点 为什么这些军火商 尤其是其中一家军火商 股票不但没有跌 反而大量的资金 要寻求什么 避风港 为什么 就去买他的股票 反而还涨起来 因为他们从台湾 接到了大量的军火的订单 所以导致这个美股熔断的时候 美国军火商还在发财 他还在发财 美股熔断 台股也跌了一塌糊涂 全球一片惨 唯独美国的军火商股票还在涨 谁贡献的 台湾人 你我 我们的纳税权去贡献的 所以照这种情况下 对于Trump 这印证我们昨天 跟美国的一些智库 民主党相关智库 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 没有错 卖了很多武器给台湾 可是不表示 他事实上是支持台湾 当然啦 这就是一个生意 那武器也不见识 我们要用的 他只是要有进降 然后军火商的 另外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来讲 他说 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对你能有帮助 你怎么训练 人员的训练 对你们是否真的能够发挥效果 这个东西你们必须审慎评估 当然那不是我们啦 因为是 是民营党政府要审慎评估 但是你想想看 这个就很讽刺 我们大把大笔的钱 去造就了美国军火商 然后呢 所以这美国 这些美国人不只是军火商赚钱 美国投资人如果买了他股票也赚钱 反正台湾那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们的劳健保却面临可能要破产的危机 然后按照这个美国的这个专家讲说 如果是川普的话 以他们对川普聊随时随地 只要需要的话 都可以把台湾抛弃 他就像一个交易的筹 马上就可以交易掉 那台湾人傻乎乎的 川普说的时候 如上考评 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别闹了 美国人从来不会因为外国人 来决定要去支持哪一个总统 美国说我们讲 All politics are local 美国人在选举的时候 他完全会根据本身内部的意义 完全是本身的利益 跟本身内部的意义 他从来不会说一个外国国家 去决定要支持谁 你知道吗 所以不管是拜登也好 或者是川普 川普当然已经 已经out of picture 也没有了 他不管怎么样 一定都是以自己美国的利益优先 他怎么会以台湾利益 或是什么日本利益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川普当上 你觉得他会对大陆好一点 或对台湾差一点 或者是我跟你讲 看在那个时点上 对他有没有好处 对他有没有好处 不管对选情操作 对他有什么好处 对美国利益在哪里 美国利益如果是说 我要跟中国大陆硬的 台湾对我就有好处 就是对我重要的气质 如果他跟中国大陆 要来软的 那台湾你就现在旁边乖乖的 不要吵 乖乖的转 就这样子 完全是根据他的利益 台湾就是一堆傻子 每天哇这样子 好像比Fox News还要Fox News 比那个福视电台 还要福视电台 可是今天我们这样看下来 台湾大家很无可奈何 要去抱人家大腿 结果人家最后拜登也落选 对不起 拜登当选了 那结果压错保的结果 现在还不知道 人家当选之后 台湾是不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很简单 就是看他利益在哪里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更况是你选举期间 很少国家会这么直接的 压哪一个候选人的 但是台湾这样做了 而且这么明确的 阿富汗的塔利班也是这样子 亚洲两个政治组织 是公开的支持川普 一个是台湾的民营党 一个是阿富汗的塔利班 都是基本教育派的政党 都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 都是所谓基本教育派的政党 是是是 那我们其实 一直想问盛文 后面还有十分钟 本来想开放Coin 但我觉得还是最后来问问 自己最关心的话题 那个 您 怎么瘦身 怎么维持身材 你突然就变成 进阶到另外一个阶段 其实很多朋友 都有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包括其他的一些 新闻界的朋友 我要跟各位强调一点 还是 为什么我一直讲健康 像我要 第一个要声明的是 因为很多网络上 又是在讲新闻 很多人网络上讲说 我的减肥 是你减不起的 什么又是花钱去整 重点来了 买药 他是讲说 我买一大尊都很贵的药 这样子 对不起 我从来不吃一颗减肥药 一颗都没有 不要说一颗 人家会说你半颗 我连半颗都没有吃过 我没有吃过任何的减肥药 这个我要强调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减肥药 会有功效 因为你不要忘了 我之前曾经有随肾脏的病变 对啊 不可以随便吃这些 有负担的东西 就算有用 搞不好造成我更大的负担 对不适合 搞不好造成我 太危险了 所以我先跟大家讲 完全没有吃任何减肥药 所以网路上有人讲说 他减肥 哪里是你付得起 你减得起公斤啊 我最高纪数减到27公斤 最近胖了一公斤 因为这个12月份开始 我只能说我可能 27公斤 12月开始应酬比较多 我只能说我可能做人不算太失败 朋友们都喜欢找我 开始吃得多 你是爱得力量吗 运动啦 没有 所以我很简单 我的重点就是 我后来第二点要跟大家讲 第二点真的跟大家讲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 减肥方法有很多种 你看你只要上网看到什么各种 什么什么断丝法 什么12个小时吃饭 8个小时吃什么东西 营养学本来就是一个学科 是 对不对 专业的 换句话讲说 全世界各地都有各种不同的 这种什么印度式的减肥方法 每个人都 但是每一个人状况 有些对 对比如说对这个外面 这位大哥有用 可能我不要讲你 因为你很瘦 对大哥对我就没有用 不好意思 自己检讨一下 换句话讲说 有些可能对你有用 对我就没有用 所以我一直要强调的是 拜托大家 如果你真的有体重这方面问题 去找个营养师来咨询 因为每一个人状况都不一样 我以前也试过 我也试过什么 我也试过其他的减肥方法 然后比如说像这个 以前最早的时候 我以前试过这个 就是只吃蛋白质 出手 还有一个媒体的大姐 哇 这些人是有特定指标意义的 为什么你要打高家瑜 为什么你要打苏贞昌 打王世坚 因为王世坚知道 把妨害言论自由百分之百 把中天做掉了 其实 他是吉利反对的 千秋万事 敬富笑谈中 刚刚前一段节目讲到了 所谓有内幕 高家瑜最近为了他的房间 房子的问题被吵得很久很久 甚至所有的资产暴增多少 哇 是不分蓝绿的在攻击 然后而且他还很杀手剑 公布自己的房间 结果每家的女儿都传讯息给爸爸说 你看看我房间有多么的干净 所以龙健先前一段节目说 结果这个是一个成像起封了的 以为要起封了 要迈向2024的苏院长 在做一个政治追杀吗 这个如果说我们在网路上 网友大家对高家瑜的批判 或怎么样 因为高家瑜过去他的 他是一个很直的一个 我对他蛮认识的 他也不是说很恶劣 那买房子其实你以为他是20几岁吗 其实买房子是正常 他已经干了三任民意代表了 本来就可以买房子 那如果说你讲错了 他只是要把它包装成 他是一个租屋主跟无可蝸牛 很接近而已嘛 而且他也买不是买豪宅吗 两个套房 然后还贷款2000万 说实在是一般而已啦 只是你后来三百个行为 没台没机 你又泼了那张照片 很多人就针对枕头有意见啊 对不对 那个枕头当然 有时候我们如果睡得很甜的时候 就会流一点口水 老脆弱 所以我看到 怎么没有枕头套 所以他还是蛮干净的 他枕头套可能送洗嘛 那也很节俭嘛 就只有一个枕头套 没有退换嘛 那洗完了以后 晒干了才回来 再装了 晚上再用嘛 这个是怎么困难 我是很难想象 这个是你可以去理解他 尊重啦 这是人家自己的事情 对 只是他是要跟这些年轻的 无可蝸牛说 在情感上 一个联系 但是问题是 不是网友批他 很凶哦 谁出手了 多多出手 还有一个媒体的大姐 哇 这些人是有特定指标意义的 为什么你要打高家瑜 为什么你要打书贞昌 打王世坚 因为王世坚知道 把妨害言论自由百分之百 把中天做掉了 其实 他是吉利反对的 是谁嘛 王世坚是为了保护蔡英文 然后你就把他推给书贞昌 那在书贞昌认为 真的是只有我吗 难道你上面 之前大家都有讨论 那为什么总统府的密件里面流出来 跟最后的版本 一模模一样样 是不是 所以来行的看报 对那五行的对南北 那你们真的就是要把中天搞掉又如何 你以为现在的人民跟以前一样吗 因为我们只要有网路在 说实在 我只要一把手机 我就不怕 对不对 我到处都可以 他就是今天苏贞昌 就是掌控了网军 是啊 所以他铺天盖地的用国家资源 对 在2018 在行政院办公室都在抓包了 2018的1124 是 被韩国瑜端了15个县市 嗯 端掉以后怎么办 他们理解网路的历史 成立了网军 嗯 那网军成立以后 他就开始试啊 成功了 试这个 2019 对 3月18 资金德 宣布参加初选 嗯 他就拿资金德 四刀 真的哦 所以 你的好朋友 对 所以清德兄讲说 拜托不要再用 网军攻击我 不要用国家机器对付我 嗯 所以为什么高嘉瑜 有买什么 有什么 他们掌控了一清二楚 那当时资金德 支持资金德初选的人 有八个人去开会 在台南市政府台北市的办公室 去开会 一个一个都被拍照 嗯 所以 清德兄当时才会这样 那 苏贞昌就在当时立了大功 所以 本来 蔡英文跟苏贞昌是不对版 阿扁出来爆料 那个是正在 不是说他这拍到电 对 哦 说你们这四人 没可能跟这个人合作 哦 最后 最后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你没办法 你记得当时 资金德走了以后 苏贞昌一次拔掉十几个国营企业 所有单位的负责人 嗯 对啊 就是资金德 拔掉 自己人 然后都没有跟其他派系妥协 一次就把他十几个塞进 塞满塞好 嗯 没有人敢讲话 蔡英文总统也都默许 嗯 就是他立了大功 他真的是他一手 搞掉赖金德 那个真的是落差太大了 就最后 不知道最后 就等到2020要选 他又用网军 把韩国瑜斗臭斗垮 然后取得胜利 是 对不对 那现在 不料 蔡英文竟然是找来赖金德当副手 嗯 变成 蔡英文是要让你们大家在同一个起保线上 你们去竞争 嗯 要不然的话 他就变成跛脚总统 但以现在来看苏貞昌这么强势 如果不把他搞下来 嗯 蔡英文 执政第二任不到一年就跛脚 嗯 所以 为什么 我们行家在看 书贞昌 书贞昌 命不久远 嗯 是这样来的 那你刚刚不是也认为他这么做是因为要卖下 2024 对 所以我讲嘛 天赛万事不大家听一位嘛 你怎么算 你怎么会算 你怎么会算 天赛万事 不大家听一位 听一位 听什么说 你斑斑计较 斑斑错嘛 你怎么算 怎么算 怎么算计 天已经定好定数了 你能成不能成 所以他一直要算算算算 他没有 他用网路 杀了这么多政敌 是啊 杀无赦 而且是非常成功 他不理解 最后也是因为 第一名也这样下来 网路 会搞到书贞 所以人家说 水灵材酒 也灵材酒嘛 夜路走多种 就会碰到贵的啦 是啊 所以 苏金冲 他现在 他面对国派 对他的攻击 所以才会 担对 王世兼和 高嘉宜 这叫什么 叫做 台阶咬狗 是 所以你们 不要再想对付我 如果跟 赖清德 走得太近 你们就会像 高嘉宇 跟王世兼一样 杀无赦 所以你报的内幕 就是说 其实现在 苏贞上正在追杀 高嘉宇 跟王世兼 他是在 斗 赖清德 最终目的是赖清德 他要先把赖清德 斗掉 他就能 站稳 这个嘛 但是他不知道 唐雀 螳螂捕蟑 螳螂捕蟑 说你的理由 我甘贏 东楼保险 风促 在乎 所以说 他不知道 后面 又一只 电文蟑 他知道 但是 他能量 他现在的能量 能不能 急于一次打两个 恐怕 利有未待 这厉害 这个内幕听起来 就很厉害 但是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 必须要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要谈的是什么 谈我们最近这个民意 台湾民主基金会 他很有意思 做了 包括最讨厌的政治人物啦 最欣赏的六都市长啦 包括 黄伟哲 在台南 最近的这个民调表现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他们计划 如果您来个人 或讨厌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